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生态学呢 它在考察这个人和自然 就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它运用的是一种商定理 运用的商定理 就是看到自然对 作为这个人的社会发展的 包括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限度 就是说你这生产力的发展 你不能是无限的 你不能是无限开发的 你要有一个限度 要保持自然的这样一个平衡 就是说你不能以破坏自然为前提 这一个思想呢 是生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而在当时呢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区分 在布哈林和普利亚诺夫那儿是没有的 他们只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开发的对象 而现在呢 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它在用商定理的时候说 自然不仅是一个开发的对象 它同时也是一个人类需要保护的对象 就是说这是全球话提出来的 如果你能 这个自然是你能耐于生成的基础 如果你连自然环境都不保护的话 自然环境没了 你能也就自我消亡了 也就自我消亡 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它运用的是商定理 我就讲虽然有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 完全归结为这个生态学的这样一个思想 生态学思想还是随着全球问题 就是70年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 就把这个讲一下 那么在这个当时呢 后来就是说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方面 特别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关系方面 当时的斯大林并没有在任变种文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发挥 他真正对这个问题的认述呢 是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当中 这个发展起来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出版以后 这个出版呢 可以说虽然是讲了语言学问题啊 但是他是对这个 当时这个苏联哲学界啊 把这个语言问题啊 就是当时批判这个马尔 就是把这个马尔他们呢 就是把这个整个的 包括这个亚罗申科啊 他们整个的把这个 把这个语言啊 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啊 把它夸大了 就是说认为提出来语言也有阶级性 斯大林就说这个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 它是社会的 人类产生就可以这个就有语言 然后在这个展法语言和这个 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屋建筑的这样一个关系上面啊 而经济基础和上屋建筑它是一个社会现象 它是一个社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 那么这样一个通过这样一个 的散法它是有阶级性的啊 而这个是有阶级性的 而这个语言呢 它是没有阶级性的 它说比方说你俄国十月革命呢 那么十月革命以前的语言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俄语有什么变化呢 它是不可能有变化的因为这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啊 而这个上屋建筑和经济基础呢 它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革命会发生变化的 会发生变化的 它是有阶级性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对这个通过语言学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屋建筑的原理啊 又着了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散法 但是呢 尽管这个任辩认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没有这个全面的这样一个散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但是这本书啊 可以说在苏联哲学发展史上呢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有很大的影响 从三十年代开始 苏联哲学啊 基本上是对这一个书 由于他们的这个政治和政治的结合 苏联哲学啊 它不是这个 除了这个苏联建立这个出来政权以后啊 包括它的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它整个哲学啊 它都是很关注政治生活 很关注政治生活 所以呢 他们和这个政治生活联系得很紧 那么在这个苏联呢 它同样的啊 由于和这个政治生活相联系了 后来苏联哲学家就变成了 基本上就是对这个书的这样一个散词 它的这个原理啊 就是围绕这样一个书的展开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录像 所以就引拔了 后来 后来啊 这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啊 对这样一个哲学思维的这样一个批判 对这个三十年代这个哲学的批判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新的 包括这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啊 就对这个苏联啊 以三十这个领导人的思想 为这个为哲学的这样一个一个模式 认为这是一个僵化的教条的这样一个一个模式啊 所以我们掌握这个特点呢 就可以看到后面呢 这个苏联哲学它是沿着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啊 发展起来的 发展起来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在从我们看到的这个二十世纪 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哲学发展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几个特点啊 几个特点 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苏联的这个哲学发展呢 和苏联的政治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它是随着这个苏联的政治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所以苏联它跟这个政治生活联系特别密切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和这个哲学史的研究啊 是相互作用的 也就是说它在学科内部啊 这个刚好是哲学理论的研究 带动了这个哲学史的繁荣 而哲学史的研究又推动了哲学理论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它有一个哲学史和哲学的哲学理论研究的这样 创造的一个关系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苏联的这个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的研究啊 它是和批判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连在一起的 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连在一起的 他们在这个很多的问题上 因为我们说20年代从20年代我们下面要讲的20年代开始 随着这个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就是1917年这个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这个在1918年 这个西欧的一些国家都仿造这个苏联开展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最后在西方全部都失败了 那么这个苏联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呢 引发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新思考 就反对把苏联哲学啊普遍化 就认为苏联哲学不是国际性的 它应该是俄国特殊的现象 那么他们俄国 他们这个欧洲呢 也应该什么有自己的 就是说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由这个国际化一般的 走向了这样一个特殊 这个在散发这样一个自身的西方 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西方的 这样一个哲学传统和西方 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经验的 一个重新思考 一个教训的一个总结和思考 它在内容上和这个形式上 都和苏联哲学不同 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 三十年代这样一个散发的 所以苏联的这个哲学家呢 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进行了批判 进行了批判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后来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排除到马克思主义之外 因为我们现在从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啊 整个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当中展开的啊 这个发展的两种不同传统 在不断的论战当中展开的 这个我们从哲学史 就是当它一个世纪走完了 整个二世纪走完了 我们再反过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说那么他们都是各自啊 就是他看到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从一个国际化到民族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中国马克思主义 也是在这个民族化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 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你可以说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二十世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看得很清楚 把它都可以快快快进来 所以我们这个马哲史的这个教程里面呢 不仅仅写马克思恩格斯 不是说像苏联写的马克思恩格斯 然后写列宁斯大林就完了 而是把整个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重点 重点把它专门的一册 就是整个下册 就是实际上写的这个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也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 它的这个最早的这样一个起源 那么从这个里面写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它很容易的把它开阔进去 但是在当时当苏联马克思主义 正在和西方马克思发展认战的时候 他是不会把它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 写到这个哲学史里面来的 所以当时西方马克思是排除之外的 所以他们这个研究当中 也是和对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 是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立当中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形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传统 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 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那么我们看一看 它的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是沿着一种什么样的路向发展的 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发展的路向 一个是在第二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哲学改革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哲学改革 就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这个哲学争论 可以说是苏联哲学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之后 苏联哲学进入了一个非常沉闷的阶段 进入了神明的阶段 这个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认辩证维物主义和历史维物主义 成为苏联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 苏联哲学基本上包括当时这个东欧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都是这样的 都是以苏联哲学他们的辩证认派 都是以苏联哲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来进行散发 到了后来在苏公二十大召开以后 这是一个起点 苏公二十大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以后 苏公二十大就开始改革 然后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当时开苏公二十大的时候 现在描述起来的都是觉得很那个就是在红场 红场的里面在克里姆明宫里面 发生着剧烈的争认 各个党就是对于斯大林的 这个有这个 和鲁晓夫的就是苏联强调 他是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这个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就是批评 就是说应该叫斯大林现象 不能叫这个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太轻了 他是整个的包括这个三十年代的这个大清洗 都是一种犯罪 要是彻底的这个清除这个那个 中国是三七开 就是在里面了 已经开始批判这个斯大林真正的很厉害 但是在外面的红场里面 群众所有的群众都在 这个要求这个纪念斯大林 都在举行这个游行 所以这个群众和这个 这个之间的这样一个改革 发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一个分析 那么这是从这个政治理议 那么在哲学上呢 就出现了要突破斯大林的任变种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框架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这个要求可以说在东欧 包括这个我们讲的 卡拉库夫斯基啊什么 就是当时萨夫都属于这个波共的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官方哲学家 那么都后来都改变了 包括这个改变了都开展到50年代的这个 法国哲学都开展了对斯大林哲学的批判 就是形成了一个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批判 很多这个东欧国家以及西欧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个批判呢实际上在苏联内部也出现了 苏联内部出现的主要是一个是科普林 一个是凯德洛夫 还有伊利因科夫 他们为创新派呀 他们主要研究的是要突破原有的苏联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创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这就使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 产生了分化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坚持马克思 这个斯大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所以呢还继续的写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那么这些人呢就唯一派啊 也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啊 这个费多谢也夫啊 米丁啊 还有这个伊利切夫等 他们就成为这个官方哲学家 这个官方哲学家呢 因为他们我们知道啊 这个斯大林散发的唯无论是什么 唯无论是世界观 那么世界观首先肯定是什么 世界的物质性 所以他散发的是一种自然本体论的哲学 自然本体论的哲学 所以他们呢也就是坚持的 就称之为本体论派 而这个另外一部分 就是科普林和凯德洛夫呢 他们呢主要主张这个革新 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他们所散发的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就是强调论识 就强调什么呢 对聂林的这样一个思想的散发 不能把它归结为这个本体论上面 而是应该强调它的认识 强调这个认识的这样一个 能动性思想 这样呢就是说 以这个认识论主观和主观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研究 主观和客观辩证法的研究啊 来批判这个自然本体论 所以他们就叫认识论派 认证派 这个科普林 我们这边看到的啊 科普林散发这个认识认 辩证法认识和逻辑学 他强调是统一的 他说 这个原来斯大林派的这样一些 正统派的就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把唯无论和辩证法区分开来 然后强调这个唯无论呢 是本体认啊 强调本体认 强调这个辩证法和 就是说辩证法认识和逻辑学 是分立的啊 有一个这个 没有认识认的这个本体认 他说实际上就导致了 这个自然本体认 把这个人的因素啊 人在社会当中 在历史发展当中 因素把它去掉了 他说实际上 列宁强调的认识认 辩证法认识认和逻辑学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一致性 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呢 就是说 在整个历史发展当中 人的因素是不可算出的 不可算出的 这样他就把这个强调啊 就是消除这个自然本体认 强调人在历史上中的作用呢 就形成他们的这样一个 思想变革的这样一个录像 那么这样一个录像呢 我们怎么看啊 一方面呢 他是批判了这个 苏联的这个本体认派 批判了苏联的本体认派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他们还是按照 列宁的这个哲学模式走的 还是按照列宁的哲学模式走 就是说 他的出发点呢 这个有一个逻辑的衔接问题啊 有一个逻辑衔接问题 因为你以前是对列宁思想的散发 那么他在这个变革当中啊 也是通过重新散发列宁的 这样一个思想啊 来变革苏联的这个官方哲学 他是从这儿走来的 所以一方面呢 他表现了对苏联的这个 本体认思想的一个变革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列宁的 这样一个哲学体系 所以这个阶段呢 可以说是看着70年代 80年代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一个过渡阶段 那么到了这个 第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 80年代以后 苏联哲学啊 就完全脱离了这个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50年代旧十年代 还是在列宁的框架 也就是说 在旧的思维框架当中 进行苏联哲学革新的话 那么70年代和80年代呢 他刚好是以变革思维方式为主的 就是要从这个里面脱出来 所以他所着重研究的问题呢 是文化问题 全球化条件下的 能的发展问题 这样他就在70年代 80年代就形成了一种 哲学的这样一个 整体性的开放 那么在哲学的开放上 在这个哲学新思维的 这样一个研究上面呢 他为什么要进行 这个哲学新思维 他当然要研究 这个全球化的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 他还是批判了 这个苏联哲学的 这样一个自身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他就认为了 就是说 这个哲学啊 之所以到50年代 60年代的 这个哲学变革不彻底 哲学的变革不彻底啊 就是说他的哲学思维啊 还是在一个 传统哲学的方式里面 在苏联哲学里面走 而没有拿入西方哲学 特别现在西方哲学的内容 所以你总是在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个一个自我封闭的 这样一个框架走 而且采取了一个 非常这个教条主义的 这样一个方式 教条主义的方式 所以他们强调了 就是说 这个苏联哲学要走出 它的这个真正的 这样一个 原来创造的 这样一 就是说20年代 30年代形成的 这个模式啊 就要建立一种革命的 批判的反权威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你不能够 把这个领导人啊 当作是 这个讲话 当作是一种权威 而是要走向它的一个真正的 对面对现实的批判 就是说哲学 它的这样一个 彻底性批判性 就在什么 它对现实的 真理的东西啊 做出一个反思 对你现实生活的本质 做出一个反思来 这样就使哲学啊 走出对领导人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 这个 一个提出来的 一个口号的一个认证 而变为对现实生活的 这样一个反思 同时在哲学的研究上呢 他们要拿入 西方哲学的 这样一些内容 还包括一些 西方马斯主义 这些内容 那么这样呢 当苏联哲学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从理论上 可以说 它终结了 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 创立了这样一个 苏联哲学的 这样一个理论模式 最后就走向了 它的这样一个终结 这样一个终结 那么这样一个终结呢 就体现在 它对文化问题 以及全球性问题的 这样一个研究 还有认识的研究上面 这个能和文化的问题呢 它的这个时期啊 最重要的著作 是两部著作 一个是 就是说产生最大影响 它有很多著作 一系列的 但是我们介绍两个 一个是 弗罗罗夫的人的前景 人的前景 就是他是从这个 全球化思维的角度 重新思考人的问题 重新思考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 就是列克托尔斯基 写的认识认的专注 就是主体科技和认识 这个是受到的 这个当时哲学界的 广泛重视 并且呢 被这个移成了 这个 十多 多国的这个文字 在十多个国家畅销 在十多个国家畅销 列克托尔斯基 后来就是在 那个时候改革 后来还到中国来了 曾经在北大 走过讲学啊 走过讲学 我当时也参加了 这个 那个讲学班 听了这个 列克托尔斯基的 这样一个 讲授的 这样一个 认识认学说 那么在这个 认识学说当中呢 他主要是强调了 这个认识的 这个主体性 强调了他的 这样一个 坚持用这个 历史主义的 这样一个原则 来研究认识 就是说推翻了 原来紧紧围绕 这个列宁的 这个辩证法 逻辑和认识 三则统一的 这样一个 一个模式 所以形成了 这个新的认识研究 那么这样呢 就形成了 这个苏联哲学的 他的一个发展 那么从我们 我们最后看一看 对他做一个小节 就是说通过 这三个阶段的发展 三个阶段的发展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说呢 苏联的这样一个 发展呢 它是沿着它自身的 这个内在逻辑 线索发展的 当他脱离了苏联的 这个内在的 这样一个发展线索 之后呢 他的这个矛盾 就暴露出来了 特别是苏联的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 哲学研究 他虽然是有 有成效的 但是呢 他也有他的 这样一个缺陷 这样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的主要啊 他是在这个 进行这个 哲学新思维 全球问题的 研究当中 他只关注了 世界历史的 普遍性 而缺乏对 苏联社会 和苏联哲学 传统个性的批判性反思 也就是说 他没有啊 把这个苏联的 这样一个 哲学传统 他的这个 个性特征呢 把他这个 做一个深刻的反思 这样呢 就使他对 全球问题的研究 缺乏苏联的 现实基础 这样呢 就使他啊 脱离了苏联的社会 最后在理论上 终结了这个 苏联哲学 苏联哲学 这一个呢 也是要引起 我们这个 可以值得 我们总结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 哲学 中国化的研究 一方面 你要注意 它的这个 普遍性 同时要看到 它的这个 特殊性 特殊性 要对它的这个 可以说 双重的品格 进行一种研究 进行研究 才能找到我们 建设我们中国 自己的这样一个 哲学 这样一个哲学 可以说 我们从这个 苏联哲学里面 习取的一个 教训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谢谢大家